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欧阳娜娜、周震南担任的是剑锡老师 他们从唱作实力、契乐的演奏、舞台的经验 音乐的态度等等的角度 给予选手一些指导 从首期的节目效果来看 六人教师团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好 梁龙老师宽容而且有梗 朴树虽然画比较少 但是点评精准到位 邓紫棋朗朗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建议 周震南和欧阳娜娜的参与感和融入度也很不错 很少参加综艺的朴树这一次作证教师团 他也直言想通过节目多跟人交流 和往常一样 朴树在节目当中依旧惜字如今 电视对于选手的点评却很到位 能够切中要害 他直言某位选手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电视会告诉选手没有必要去讨好别人 朗朗在节目当中更活跃一些 尤其是对于选手的契乐演奏 给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 东北话一出更是亲切感十足了 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 节目当中也分享了自己乐队的一个演唱经历 和欧阳娜娜的互动也是非常有趣可爱的 欧阳娜娜历经了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的历练 如今在节目里边更加的从容了 综艺感也有很大的提升 不断的cue梁龙老师 而且还现场帮选手去调吉他 展现了自己专业的一面 周震南从明日之子正式出道 这几年很多人见证了周震南的成长与蜕变 这一次他以见识老师的身份去见证后浪们的成长 节目当中周震南自信自如 对选手的点评也很精准 期待周震南与选手们的合作 宝藏男孩扎堆 明日之子第四季聚集了众多爱音乐的才子 宝藏男孩扎堆 明日之子的第四季聚集了众多爱音乐的才子 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来自于音乐专业院校 有着扎实的功底 节目中也展现了自己宝藏的一面 干净舒适才华满满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更多的是对于音乐的态度 在众多的选手当中 相信很多人都被这个吹索娜的男孩给吸引了 他就是吹响新国风的音色霸主永强 他用索娜重新演绎了 Alain Walk流行鼓曲 The Speecher 一开口就将场子给点燃了 将索娜和新音乐融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而且状态非常松弛 整个演奏很有代入感 永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上海音乐学院 索娜专专业 不折不扣的学霸 专业水准非常高 而专业能力之外呢 永强也是一个性格非常nice的人 采访当中很能抛梗 综艺感很强 虽然永强没有成为Fman 但是呢他依旧放下了狠话 希望自己队伍当中的Fman是比较强的 敢选自己的人呢就是最强的 第一期节目过后 相信这个索娜男孩已经藏不住了 他很有可能会成为节目当中的一匹黑马 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马哲 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 他带来的朴树的生如下花 一开口呢就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充满了雌性的音色非常迷人 是个主唱的好瞄子 台下的朴树眼中有光 一起跟着合唱 点评的时候呢也直言 声音很扎根能打动人 18岁的张家元 阳光帅气 性格圈粉 看上去儒雅温柔 电视一开口啊就非常的汉子味 搞笑的东北话也带动了全场的气氛 他带来了请回答1988插曲绘画动 深情的弹奏直击人心 没有技巧 台风反而更加的真诚动人 大家鼓掌的时候 他依旧在情绪里 很有很强的一个代入感 此外 职业模特杨英格 来自于北京的主唱 黄维明 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打击乐专业的 学生徐扬 都展现了不俗的实力 杨润泽等人称F-Man 《明日之子》第四季最后要成立一支乐团 节目组会将这支乐团的组织者定义为F-Man F-Man也是一个评分标准 得到5分和6分的选手是由组队邀请的机会 而1到4分的选手就没有组队的权力了 只能够等待被选 而获得0分的选源将遗憾地离开舞台 木吉他手王江源 号称是拥有12种音乐人格的指提他手 他带来的木吉他演奏创意十足 弹奏自如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 顺利的拿下了6分 主唱兼吉他手杨润泽 一上台就直言要当F-Man 他奶拽的样子成功的吸引着大家的注意 舞台上的他表演是游泳有余的 酷酷当中也透着一股拽劲 即使是抢拍了 但是依然镇定自若 技术和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好 很有做艺人的潜屈 周震南也直言 杨润泽跟《明日之子》第一季的自己是很像的 出场拽拽的 做有态度的自己 你要么喜欢我 要么你就闭眼睛别看 杨润泽音乐的骨骼呢 也很直接 属于典型的老天爷赏饭吃 有独特的气质 他也获得了教师团的一致肯定 拿下了6分 成为了F-Man 两个人格的沈真博 可以说是单纯的少年了 也可以是黑暗的怪物 从小脸上就有一块胎记 成为了他的第一个阴影 但是他在舞台上用自己的音乐属性打动人 展现出强大的个性 他对于音乐的态度也让邓紫棋 感动落泪 陈真博同样的拿下了6分 成为了F-Man 首期节目给人整体的感觉是 这一季的选手都很优质 节目的惊喜很多 会乐器 会演唱的男孩 在舞台上会更加的迷人 相信每一个爱音乐的人 都会被这些年轻的爱音乐的人所打动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